我是紅毛加Chris 然後 簡報比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設計與程式 那我想把這個scope 再拉開一點 就是我們來談 程式與創意的一些內容 然後這個是一個影片 然後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影片是在 2006年到2008年的時候 英國政府委託我們做了一個展覽的策劃 那這個展覽呢 是巡迴東亞洲八個國家十二個城市 然後去推廣 就是去看東亞洲的一些創意城市 那這些是一些footage 然後從這八個國家十二個城市裡面 書籍來的一些內容 那我想先把這個活動我都會再介紹 然後我想先問大家 知不知道什麼是創意城市 或者是什麼 欸這個可以繼續放 沒關係我們那個影片我們還是繼續放 反正我把它講完我會把它按掉 好 那那個創意城市的話 它其實有幾個主要的條件 那其實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就是 當你接觸到 當你到一個 大家應該都很喜歡旅行 所以其實去到一個創意城市的時候 你很自然的就會有感覺 它是一個什麼樣子 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裡面其實有一些不同的條件 就是第一個是 when the condition exists 那那個condition就是指 它有包容所有創意的一些這樣子的環境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有很多的traditional跟innovation 是存在的一個場域的 就是傳統跟創新 那另外它還有它的所謂的 它這一包容跟接受所有的實驗跟失敗 那還有再來就是 還有它很多的diversity 就是多元化不同的一些發展 那我們講到多元化的話 比如說舉英國為一個例子 它有所謂的階級制 它又是很紳士的文化 但是同時像是 龐克跟一些有文藥 也是從這些地方來發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這麼樣子一個 不一樣多元化的一些國家 那這個footage是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幫他們規劃 因為其實英國在 創意產業這個議題 一直處於領導的地方 然後他們繼創意產業 創意聚落 創意經濟之後 想要繼續領導 像這樣子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幫他發展出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叫做 創意城市 那這些footage 其實你們可以稍微看到一下 我都會跟大家做介紹 那這些footage 其實真正在呈現的時候 是用一個live performance的方式 是一個用表演 像是一個clock night 的這樣子的event 來做呈現 那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有送他們到不同的國家 去跟當地同樣關切 就是城市發展 跟都市的一些 在地的一些藝術家 來做這樣子共同的創作 那其實這個整個案子的 starting point 就是 every generation must build its own city 就是每一個世代的人 都必須要去創造 跟形塑他們的 屬於這個世代的一個城市 那這個是我們去過的那些國家 分別在三年裡面跑完 然後這個program 除了剛才提到的那個live event之外 我們還有做一個 這個是screening program 就是一些影片的部分 那影片是收錄過去十幾年來 在世界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artists 然後對城市的一些想像 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這個影片 那其實是大家用很多不同的視角跟觀念 去想像它的城市 可能可以找回什麼樣子 那這些這一堆的作品裡面 你可以看到有街頭藝術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做法 那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Archagram 就是在 Archagram 它是一個movement在建築界 那裡面所有的建築最有趣的一個是 它從來都沒有被實施過 但是這些都是建築師們對建築這些東西 最瘋狂的一些想像 那同時除了那個screening之外 我們還有做那個panel discussion 主要是在論壇的部分 那主要的focus是在 如果這是一個創業城市的時代裡面 每一個人可以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每一個世代的人 他對自己所屬 所處的這個城市 都有他的責任 需要去 行訴出來這樣子的一個 自己生存在的一個城市 那這裡面就有包括 opinion leader 就是譬如說 像市長啊 都市規劃啊 建築師等等的一些角色 他們可以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 但是同時也包括像是 creative community artists 還有一般的citizen 他們在創業城市的時候 扮演是什麼樣子的角色 好 那這個影片也可以放一下 因為我們去了很多個國家 那這個是very much the making of the creative city 那這個我們是在韓國的shower 那大家就可以稍微看到一下 我說最後 footage 最後的呈現是用一個表演 用party的方式做呈現 那這個場地是在首爾的那個W Hotel 那Craft City 這也是另外一個screening的program 就是一些跟城市相關的跟城市議題相關的 譬如說颠倒的城市 那像這個是我們的那個panel discussion 在最後的請問 來做討論的部分 好 剛才這個是像跟local artist跟architect去討論這些東西 那我們另外這個residency program 就是你們大家看到的那些內容 我們其實都是在整個活動開始前大概四天到一週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的artist就是空運過去 然後跟當地的藝術家要在那三四天到一個禮拜的時候 把這些東西拍出來 那我們主要探討的幾個方向是有包括像這個是people 人object 然後pattern就是排列組合 然後這樣跟journey 跟這些文化地域比較相關的東西都有在計畫之中 那這是我們三個artist 然後這個之前其中八個國家十二個城市高雄也是其中的一站 然後這是第一組人 然後他們是用video去用一個外來人的眼光去探索這個城市 那第二組的話是那個photography就是照相 那第三組的話我們有一個sound artist 就是去蒐集聲音 就像你們看到這個左上角這裡 他絕對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而且在高雄他們就是 但是他就是對一個聲音的artist來講 他就是會去蒐集這樣子的聲音 是屬於這個地方的一些感覺 然後這些是當初整個那個禮拜裡面 大家就是記錄了一些照片 那包括這個牽著一台車的騎士 然後這個很有創意的紅線啊 然後這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然後像在大都市裡面 在歐洲你很少可以看到像這樣子的天際線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大家有提到的我們的天空 其實上面屋頂很多的是鐵皮屋 然後廣告這些東西 那這也是一些很有趣的pattern 那像這個也是很有趣的pattern 它是其實只是在賣硬碟 說那個幾機幾機 但是它這個造起來 它就是可以呈現出一個不同的pattern 就有點像便利商店 去各個國家 即使是同一間同一個品牌的便利商店 它也會因為商品的不同 排列的不同會讓你有不同的感覺 然後這個計程車也相當的酷 它這裡有各個佛 然後LED燈跟水晶球 這些東西 那也都是很funky的一些style 那其實就是說 接下來這裡我會跟他們介紹過 接下來一些案子 就是如果你把一個城市 當作是一個created hub 或者是一個open canvas 可以讓你在那裡自意的發揮的時候 因為今天談到設計與城市的時候 我想說它可能不只是建築 它可能不只是硬體 它有很多的軟體在裡面 那什麼樣子的軟體 可以讓這個城市變得有趣 這張圖是倫敦 從過去大概半個世紀來的 一些創意聚落 創意人才的一些發想 那從最... 從最早的時候 大家是在那個西南方 Chelsea這邊 Fulland Broadway 然後到後來大家往北移到 Camden 然後到這個Soho這一區 然後到現在大家熟悉的一些 倫敦 那個倫敦的奧運 也在這裡舉辦的話 那它其實這些創意人才的一些 migrate 就是去遷移 其實跟這整個社區 跟社會的都息息相關 所以以前很多人說 這個西南邊這裡叫做 Old Money 就是很久以前都賺到錢的人 那很多東邊的人 就是New Money 最近才賺到錢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這些是 藝術間路公共空間的一些案例 這個artist叫做 欸 我放一下這個 Graffiti Research Lab 然後我把這個影片快轉 所以這聲音很快 它其實是用一個Laser Tag 然後像我用的這個東西 然後可以在城市上面的大樓裡面 做文化 然後或者是去寫字 那Digital Artist它號稱在大洲跟兩個星球 都有它的作品 因為它本身過去是一個NASA的一個科學家 那它的發明當然就不止這一點 那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作品之一 好 那另外這一件作品呢 我也想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在2007年的時候幫建築州做的一個公共藝術 臨時的展演 那本來只是在建築州的那個禮拜做的 但是最後整個延長到大概三個多月 那它主要講的是有續能源 你可以看到它這是有一個小的風車 那它可以去generate那個風帶來的那個力量 然後剛好可以讓那個LED燈去發亮 那這個東西它是設置在泰伍斯河的兩畔裡 就是倫敦的文教區 那可能大家就是太喜歡這件作品 所以其實三個月展完的時候也少了很多 但是這件作品呢你可以看 它可以visualize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說風是看不到的 然後它可以這樣子去 就是也蠻poetic的一個方式去呈現 怎麼樣子去把風這樣子的東西視覺化 那接下來這件作品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它是我忘了是幾年了 但是是我們在巴黎市政府的那個文化部 跟活動中間的那個廣場 然後做了一些installation 那整個活動呢它也是把整個城市 當作是一個一個一個playground 去做展覽 那這個活動叫做New Blanche New Blanche的中文就是白夜 那可能是十月的某一個禮拜的weekend 然後那天晚上大概是所有的餐廳書店 然後商店club咖啡廳都不打烊 然後整個城市變成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展覽的空間 那這個LED panel的話它是三個tripage 然後你一接近它的時候它的光就會變得更亮 然後它會發出很大的聲響去把你擊退 那這件呢也是一個工藝術案子的話 那這個是W Hotel在Lesser Square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上面是在W Hotel這裡面 上面屋頂我們有放一個camera 那它在capture的就是整個城市的天際線 的一個色彩 所以它整個building的外觀顏色 是跟整個倫敦城市的天際線 是互相配合的 那我接下來要介紹這個作品 是我們在另外一個展覽 就是DECO裡面秀的一件作品 你可以讓大家看看 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個城市的一個想法 那這個是Aaron Kotlin 那這個它這件作品呢是在做Data Mining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它是跟美國那個飛機 航空控制的那個單位的數據 是直接24小時做連結的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天色慢慢暗了以後 西部的一些飛機就是那種red eye紅眼飛機 開始往東部飛了 然後你這樣飛飛飛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東部的人開始起床 然後那裡的飛機也開始往西部跑 然後從右上角歐洲的一些航線 也在那個天亮的時候 就慢慢的來到這個地方 那其實也是用設計去用Data 就是coding來做出的一件作品 同一個artist這件作品的話 這也是跟MIT那個Media Lab做的一個合作 你們現在看到所有的這些內容 是阿姆斯特丹的 所有在傳簡訊 對 那這一天剛好是那個新年 就是新年夜 這年都會看到 好 好 那另外像這個的話 也是我們過去每一年 會跟匈牙利的政府做的一個案子 那它是用大型的投影機 投影在這些老的古建築的一個案子 那這是一個close up 所以剛剛那條河是多腦河 那所以它不只是建築的地面上面 我們有去做一些動態表現的呈現 還包括它的平面這些東西 那這一個案子的話 它是巴哈的250週年的名單 那那一年其實是跟Walk of the Semifinal是同一年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城市裡面的 就是人文的議題跟體育的活動 這些東西 combine 在一起做 所謂的城市行銷 那這些argumentary reality 現在大家如果用智慧手機的時候 你會知道有很多的 更多的一些運用可以在城市上面 那我講了這麼多 about technology 的東西 我想帶大家開一些 還是一些比較親民一些的作品 這個就很簡單 它是一個街頭藝術 那只是單純的一個graffiti artist 去把紅綠燈貼起來以後 噴個氣以後撕掉 那就變成是有像這樣子的一個造型 那這個是在羅馬 那他們是去在這個地方 會去把他們的名字 跟他喜歡的人的名字寫在一起 在那樣子的橋上面 那這些都是公共藝術 那這裡有很多的所謂的 下水道人孔蓋的部分 那我想特別講的是 右上角這件作品 它其實只是拿一個老虎錢 然後去鐵絲往那裡去 一直給它轉 然後就可以去做到 創造出這些不同的pattern 所以其實藝術創意跟設計這些東西存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就是不是需要說就是隨手可得嘛 然後這個是一個shopping center的那個中年慶 那中年慶他們做的就是把那個斑馬線改成這個樣子 那這些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很多像街頭藝術涂鴉的東西 它是很多政治議題性的東西 那另外大家可能覺得說像停車場一直都是一個很無聊的空間 但是怎麼樣可以讓一個停車場變得很有趣 那這些都是需要說authority 它需要有勇氣去嘗試甚至失敗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接下來要介紹這一件作品 它是我有一個很喜歡的artist 他叫做Richard Wilson 那他就直接把這個大樓挖了一個洞 然後這件作品就是Turn It In Over Inside Out 這就是他的這件作品 那它是在利物圖的一個市中心的一個大樓 就把它挖了這樣子一個洞 把它在那裡轉 它只有白天轉 因為它是靠光的sensor 那同樣我還很喜歡他的其他幾件作品 像這裡是LSE 倫敦政經學院的一個公共藝術 那同時他常常會把他這一台車子運到很多的地方擺 那這件就是他的一個installation 就是size specific的作品 那另外這一件呢 其實我們在探討的就是說 其實城市創意這些東西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不只是剛才我們介紹的那些東西 那這個只是茶杯 然後在那個鐵絲網上面把它插進去 就可以創造出這種叫做小確幸 然後這個也是這個是在威尼斯 那這一年的話他們只是拿那些垃圾袋塑膠袋 然後在那個網子柵欄上面去把這些塑膠袋綁起來 那其實也都是可以創造出一些不一樣的效果 那我們剛剛提到所謂的介入空空間 你對graffiti 對塑鴉的人來講 輕入空空間這個東西跟釋放空空間這個東西是很嚴肅的意思 但是有一群在英國 underground的一些秘密的組織叫做 need the city need 就是編織 他們用編織去取代過去那種用氣啊塗鴉的東西 然後去把這樣子的一些釋放公共空間跟挑戰公共空間的這些議題 用不一樣的方式做呈現 然後最後其實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其實City它就是about like you and me 然後還有people get together 在很多的public space去把一些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環境有這樣子的條件的時候 我相信會更多的人願意站出來 然後為這樣子的一個城市 為自己的世代做一個發聲 然後大概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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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